然後就撥了很多暗瘡 我真的超級想死 那一陣子超級 就會發現我的粉刺 都很明顯地少了差不多30% 整隻都敏感 全都紅了 然後很癢 Hello 我是Cony 今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這個月6月買了什麼化妝品和護膚品的 主要都是護膚品 因為最近戴口罩 而且我又弄錯了防曬 那就撥了很多暗瘡 我真的超級想死 那一陣子超差的皮膚 所以我就買了很多新的護膚品 想幫自己的皮膚快點復原 快點好 快點沒有了暗瘡 現在我已經沒有了暗瘡 只剩下很多暗瘡人 所以我現在要積極去印象 也是因為這樣就有這個影片了 開始之前也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鈴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現在就真的開始了 首先護膚品方面 當然是我上一段影片也有跟大家提過 我在往中買了的韓國爽膚水和它的精華 這兩個都是有 魚腥草成粉 它就說可以消形 這個還有保濕的功能 這個化妝水爽膚水 我用的時候也沒有特別好省著用 在爆瘡的時候 我真的用它濕敷 是挺快健康的 暗瘡是燒得也挺快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也挺不錯 它的效果是挺顯著的 暗瘡是有用的 但是粉刺來說 它的作用就沒有那麼明顯 我就... 覺得一般 而這個它也說有消炎的作用 我都差不多用了九成了 保濕方面我覺得它的力度不是很夠 不是說很保濕 不過可能因為我兩個一起用 而且那時候也有8分瘡 那用它應該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舒緩或者消炎的功效 我覺得這個可以試一下 但是效果不是真的 明顯到超級推介 這個我都挺推介的 如果你有暗瘡的煩惱 可以用它濕敷也OK 在我爆瘡那段時間 用完這兩個是有改善的 不過我還有一些粉刺的問題 我自己又會手癢 就會折粉刺 所以都會斷斷續續有暗瘡 我那時候真的不是很開心 那我就覺得真的不行了 我真的很想改善皮膚 所以我就繼續再去看護膚品了 所以我就想起 我以前是用過一個很好用的叫做 角質美容液 是真的難得有一個護膚品 效果明顯度 我會有印象的 所以我就馬上去買了 就是買了 TAKAMI這支藍色的水 它的名字叫做美容液 我一下子買了兩支 因為它給我的印象真的很好 而且我那時候真的很想皮膚快點好 每一次的用量都蠻大的 所以相對來說 價錢不是真的很便宜 其實如果韓國這支 它對粉刺的問題有用的話 我都很想用它去取替這支 因為這個的價錢實在便宜太多 那我這次試隔這麼久之後 再用它 我用了差不多兩個星期 就會發現我的粉刺 都很明顯地少了差不多30% 現在用了差不多八成 我覺得我的粉刺都少了很多 是... 我想少了差不多有七成八成 所以我自己用了它 看到這個結果 我真的蠻開心的 因為粉刺這件事真的很難跟著 我自己用它的時候 用的粉底或者防曬都是那幾個 所以它的功勞應該都真的蠻多的 我自己買完它第二天 我也有推介給我的朋友用 我的膚質是混合偏乾 有粉刺問題 暗瘡問題可能就是有四五六粒 我的朋友那時候就是混合偏油 而它的膚房是戴口罩 這裡半部分是在暴瘡的 那時候它也跟我差不多時間開始用它 那它剛剛前幾天都跟我說 它也感覺到它的皮膚穩定了很多 而且它在做Facial的時候 它的美容姐姐也跟我說 你皮膚好了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聽到是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我介紹一些東西給朋友用 如果他們覺得不好用 我不是太好意思 但是很開心它是適合的 所以這個就這樣看 因為我都知道護膚品不是適合每一個人 就這樣看它也是適合我這一種 混合偏乾的皮膚 而且不是在暴瘡也對的 就算暴瘡的朋友 如果是混合偏油 也有機會是適合的 因為它這個水是去角質的 而且它是超溫和的幫你去角質的 所以有機會不是很多人用完之後 會發覺那個效果很明顯 真的有機會它不是適合每一個不同的膚質 所以如果真的大家都有興趣想試的話 可以買一支試一下 然後試用差不多兩個星期 你可以留意一下自己皮膚有沒有改善 如果真的有改善到也挺明顯的話 它也適合你 但是如果你的膚品沒有什麼大改善 可能就會因為它太過溫和 所以在你皮膚上有機會 戴頭盔有機會不是起到一個很大的罪惡 我現在分享買了什麼的時候 都附帶了我這些溶口感 我最近其實是買了很多水類的護膚品 我是買了這個Tony Moni的爽膚水 其實我看到它的評價 很多人都說挺不錯的 因為它的成分不是太過複雜 是真的主要保濕 你都看到我用了差不多大半支了 其實我買它的時候 它是在做大減價 所以我是用一個超便宜的價錢買回來 它只是68元 其實我連價錢也沒有撕到 那我用完是覺得它真的挺不錯的 如果你真的想追求保濕 因為之前可能因為開冷氣 皮膚超級乾燥 那我那時候又要準備去做Laser 要剃毛那些 我就大面積地剃了我的腳毛 誰知道就是因為太乾燥 然後剃刀太深太膩的關係 所以整隻腳都敏感 是紅了 然後很癢 然後我的Laser也是要推前可以做著 因為皮膚太敏感 太乾 就不可以做Laser 那我那時候真的超辛苦的 然後我就想起 我有這支爽膚水 而且它的價錢超級便宜 就是大量這樣用 你都不會心痛的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用它做濕化妝棉 每天都是濕敷我的腳 我真的覺得它很好 它是有幫到我的 我用了差不多4-5天 我的腳是因為這樣濕敷 所以很花光 而且我濕敷完之後 我沒有塗任何Lotion 是真的只濕敷 完了 睡覺 就是這樣 翌日我的敏感已經很花光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蠻不錯的 而且它是鎖膚水 所以其實你平時用 你不會覺得它有很大的負擔 所以這個不錯 真的超級便宜 很開心我用這麼便宜的價錢買到它 那除了這支水之外 我還買了這支水 那你也看到我不是用了很多 所以它的功效顯不顯著這方面 我給不到很大的意見 如果有的話我會補回來的 好 用它真的不是... 那裡面有一些... 那裡面有一層墊物的 為什麼會這樣 我還應該用 但是... 我捨不得不用 然後還有一支照片 就是這個 也是化妝水 那這個我是... 為什麼它又有層墊物? 這層墊物是黑色的 應該不是變化吧 好害怕喔 這個是在iHerbs買的 那我之前在iHerbs做大德加 那我就特地Google了 到底有什麼是iHerbs必買的 因為有爐背成分 所以可以舒緩這個 我最近的這個位置 不知道濕疹還是敏感 真的困了很久 所以我覺得很累 真的買了它 不舒服 一行我就會馬上困到頸 那也OK的 是真的舒緩到一點 但是能不能跟著 暫時看起來就更美 然後呢 因為我自己超喜歡吃甜品 巧克力 蛋糕 我真的超喜歡吃 那我唯一可以介到的就是 介有糖的飲品 食物那方面 真的比較難介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山竹的食物 它是可以幫你抗糖的 超級的 我真的超級需要 因為你吃太多糖 對身體不好 還有皮膚很容易老化的 所以我經常吃這麼多甜品 我很急需要抗糖的食物 所以我就買了它 之後我還買了這個 蝦紅素的食物 它是可以防止皮膚老化 抗氧化的 那我就覺得現在 年紀都不吃了 可以吃抗氧化的食物 所以就買了它 不過我還有可以吃的 因為其實我也買了很多 的食物去吃 我發現iHerbs真的很多東西買 很多不同國家的東西 都可以買到 所以我是買了這個 韓國的化妝水 那這個牌子 我自己不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看那個iHerbs買天書 是有推介過它 是一個比較便宜的 SK-II 那我就覺得 我現在開始老了 真的差不多時間 用這類型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 不如買一些便宜的 試一下 那我就買了它 但是我還沒開來用 因為現在實在有太多化妝水用 所以如果有什麼更新 我都會補給大家 那我現在是很需要去印 那我就看到這個 寫著 可以去印 很適合我 那我就買了 那其實我買它的時候 我以為它是面霜 以為它是霜 但是打開發現 原來它是啫喱狀 我就想 這個霜應該是因為很想很清爽 所以就是啫喱狀 但是我再看回iHerbs的介紹 發現 不是 它是真的去印膏 不是面霜 不是塗霜 所以我現在就試用它 看看它的去印功效 和我平時用的賣秀倫敦 那一支 到底哪一支可以更厲害 但是它真的便宜很多 超濕大眼 之後我都買了一些面膜 我是上網做了一會兒功課 我實發現 都有人說這個保濕面膜 是挺不錯的 成分都挺溫和 也挺保濕 那我就買了來試試看 我昨晚剛剛才用完它 我發現當你的臉沒有去角質的情況下 用它 它給你的保濕的感覺 是不是很明顯的 是真的會覺得 我已經敷了保濕面膜 對它的感覺就OK 這樣 但是我昨晚用了面部的磨砂之後 再用它 可能因為我清了面上一些表面的角質 再塗這個保濕面膜 我睡醒之後發現 臉是超級軟熟 是很舒服的臉 所以我覺得它也是有功效的 不過可能就真的需要去角質 讓臉完全吸收到它的成分 就會效果比較顯著一點 還有這個Nutrogena的Anti-Wincle Cream 它的成分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主打A唇 我自己是沒有什麼特別去用過 這個成分的產品 但是我Google了一會 A唇好像對皮膚有很神奇 很厲害的功效 可能可以去紋 改善暗粒 皮膚變得更光滑 所以我覺得不如也試試看 而且Nutrogena好像在A唇的 不知道哪一種的chemical 拿了一個專利 那我就覺得這個品牌出的A唇 應該都信得過 應該都真的 口碑不錯 所以我就買了來試試看 不過這個也是 未有時間去試用的 然後因為我有粉刺 還有之前也有暗粒問題 還有少少的暗瘡問題 我看到也有很多人推介用酸 自己之前有用台灣的杏仁酸 是最高成分的那個 我也覺得用酸對粉刺是有用的 所以我那時候對酸這件事也挺有興趣的 我也看到有人推介 iHerb酸的這個pads 真的一塊好像化妝棉一樣 但它是浸滿了酸的 就可以用它來抹你的臉 就會用酸去幫你去暗瘡 去暗粒或者粉刺 我買這個紅色 它的濃度也真的挺高的 如果大家是沒有用過酸的話 我會建議買綠色的 因為綠色的濃度是沒有那麼高的 但是我之前也有用這個杏仁酸 我就覺得不要緊 這個濃一點我應該都能承受到的 所以我就買了它 用起來它的效果也挺明顯的 我用了它之後 再加上這個 我的粉刺問題真的改善了很多 而且真的改善了我的暗粒問題 我現在的臉 我之前的暗粒可能是間時有一粒 但是平常來說 我真的沒有什麼暗粒問題 所以這兩個它的功效 明顯到我覺得真的挺不錯的 我自己一洗完臉 就會用這個美容液 用的時候是需要用半泵 然後就要塗上臉 因為半泵的份量也挺多 所以我真的會這樣 在臉上差不多一半的時候 我才會稍微再這樣塗上臉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開始就這樣衝勻 就上臉 那些美容液會爆 當然會跌到周圍也一樣 那會有點麻煩 用完它之後 就要等大約三分鐘 等美容液完全吸收了 我才會用它去抹一轉 再敷一些有暗粒問題 或者粉刺問題比較嚴重的地方 就是下巴 鼻這些 用完它 還有一個要點要記得的 就是一定要加強保濕 因為用完酸之後 你的皮膚真的乾了很多 我會脫皮 所以加強了保濕之後 整個護膚過程 我是覺得都挺滿意的 因為我現在暗瘡 暗粒的問題 都真的改善了很多 我是用得不是很多 這個 平時隔兩天才會用的 我是用了四五次左右 現在已經真的沒怎麼再出暗瘡了 說起暗瘡 我也買了這一支 超級出名 我想應該加全護膠的一個 暗瘡水 不過它的底部 是有些粉紅色的粉 其實它真的已經紅了很久 我之前也經常有暗瘡 我都沒有買過它 但是因為今次的暗瘡問題 我真的很崩潰 很想快一點去改善 所以我就買了它 我用了它其實也不是很久 應該有大半個月 之前還有暗瘡問題的時候 我會用棉花棒 喝下去 然後再點在我的暗瘡上 我是會點在一些 擠了有傷口的暗瘡上 我是會擠暗瘡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忍不住 用完它的感覺 是超級難 因為我是點在一些傷口上 我也有google過 也有人說 它可以點在擠了暗瘡的傷口上 YES 它寫著 Do not use on broken skin 它的方向是跟你說 它不可以點在傷口上 但是我這樣做了 不過 so far 暫時來說 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真的 上方做完功誤的時候 你都最好自己看一看它的指示 我完全沒有看 立刻用就算了 用完之後第二天 你暗瘡的位置 真的會乾一點 有時候可能會有死皮 我覺得有機會會影響你底妝的妝感 所以如果想用它 也可以考慮這個缺點 說完護膚品之後 可以說我最近入手了少少的化妝品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多 不過我都用得挺開心的 那首先可以說一下韓國那裡 噢 不知道它是不是地底的生物 嗯 它有點中藥的味道